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小人物频道 今天是2023年11月25日 孙世奇史大陆 居然将不含中国成分 作为外国食品安全的一个标准 在澳大利亚 一家专门生产儿童腐蚀的公司 名为贝拉米 他们的古泥包装上 竟然标明不含中国成分 这短短的六个字 表明的是产品质量极高 不添加廉价原材料 令人放心 近年来国外食品标准之一 竟然包括不含中国成分 类似标语成 为产品包装的一大卖点 在国内一些人也将不含中国成分 作为评价食品安全的标准之一 这表明 中国食品在国际市场上存在较大争议 令人担忧 当我们看到不含中国成分这些字样时 是否和我一样感到痛心 别说这是外国人在抹黑好吗 他们并非毫无依据可言 之前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传到国外后 才引起了外界的警觉 国内民众也深知此事 国家该管管了希望国家出手 我想说的是万事靠自己谁都管不了 再不克制是真的危险了 医院的手啊 早就剩经理的药包里了 管住自己的嘴和手 咱不买饮料 不喝奶茶 不点外卖 不买预知菜 不买含反食脂肪酸的食物 尽量不吃带添加剂的任何东西 提高食品安全衣食 保护好自己 不然啊 钱早晚都得送到医院去 不但自己遭罪啊 还得一家人跟着受累 给他三千斤葡萄 他能用脚踩成一千斤的葡萄干 躲过了老坛酸菜 这次却没躲过葡萄干 从来不洗葡萄干的人 这次的集体陷入了沉默 还有网友说 我一直用葡萄干泡水喝 原来我一直喝的是洗脚水 我为了防止手不干净 每次还特地洗手过后才吃 没想到我的手都比葡萄干还洗得干净 以前觉得妈妈洗葡萄干嚼性 现在我想抽自己 所以大家以后吃这些干货钱 一定记得要洗一下啊 还有人啊 最近发现烤鸭的秘方 呼吁别再吃烤鸭了 咱们先看视频 你说这种鸭子 你还敢吃吗 尤其是外面那种二十几块钱的鸭子 正常的鸭子 怎么也得养个五六个月才能出来吧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 这个鸭子一个月就能养成叫素成鸭 为什么咱们去买一只活的鸭子 需要八九十块钱一只 而烤好的鸭子却只要你二十多块钱了 这种烤鸭呀 都快成白菜架了 你说它没有什么好的 它其实啊 就是冷冻的白条鸭 外面的商家呢 都是在用 这种鸭子 从来没有晒过太阳 都没有下过水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肉长得特别快 养殖的过程中呢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不让它们生病 所以啊 每次在喂食的时候啊 都会添加大量的抗生素 人体摄入过多的抗生素 会导致白细胞下降 甚至还会损伤肝脏肾脏 为了这个烤鸭口感好 何干安酸那鹿骨香来了 为了让这个烤鸭看起来跟它更饱满 复合磷酸盐来了 为了让这个烤鸭卖香好 焦酱香以及麦芽分来了 最后我们看到的烤鸭就是焦香四仪 又碎又嫩的 哎呀这个想想也太可怕了 朋友们啊 别吃了好吗 你可能会说那 大米馒头面粉总安全吧 不不不 面粉它也造假了 现在很多厂家为了利益 滑石粉是大把大把的王里面加 滑石粉可是世界卫生组织 认定的三类次癌物啊 国家也是明令禁止添加在面粉里的 这样的黑心商家比比皆是 按照预包装食品通则规定啊 面粉的添加剂不超25% 也就是啊 你买的面啊 有四分之一是添加剂 为了让这25%的添加剂用到极致啊 咱们看看工厂是如何操作的 他们把小麦麦芯和胚啊都提取出来 比较高的价格去流向市场 剩下的部分才是你我知道的这个面粉 这种面粉不带营养所剩无几 而且能颜色还发暗 口感也不好 既不香也不尽道 无良商家 为了让这些面粉迅速的占领市场 必须来点很活呀 要让低劣的面粉颜色发白 那就增白剂 滑石粉防腐剂都往里面加呗 你外面买到的饺子皮 捞饺子的时候不黏 酒煮不烂啊 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科技 产生的化学作用 这样的面粉完全就是添加剂大合剂啊 我们普通的身体就不是身体了嘛 以后大家买面粉可要谨慎了 毕竟2008年轰动一时的毒奶粉事件 315曝光的老痰酸菜事件 包括最近的青桃啤酒尿事件 以及甲蜂蜜事件等一系列的社会现象 哪一个不让我们大跌眼镜呢 你知道吗 在中国 你一天得至少吃20种科技鱼很活 你不信就看视频 早餐是寒铅的油条 加上人工豆腐脑 豆浆里是水和黄豆 香煎也少不了 如果这些你还没吃饱 咱们再来一替淋巴线的小笼包好不好 这个时候啊 你下来赶紧回家把菜来炒 其实啊 食用油里面的猫腻也不少 酱油盐醋也被科技搞 就连白面醇的也不好找 我再给您透露一个秘密 还有合成的鸡蛋糕 哎呀妈呀 这只没法吃了 咱们换火锅吃吧 先加上科技配方的火锅底料 再放上鸭肉 做的牛肉卷也是跑不了 工业鸭鞋也来凑个热闹 再配上香精色素的鱼丸蟹棒 一起往锅里到 最后啊 再放上一把假粉条 吃饱了吧 再来杯奶茶来盖盖帽 我靠全是香精色素 带壳子来照 总算到了晚上 几个兄弟们 说吃个小烧烤吧 除了炭汗炉子是真的 剩下的什么羊肉卷 牛肉卷五花肉卷都是用假泉水来泡 这一天下来啊 没有几样是真的啊 但是有一样是真的 你吃出病来了 你去医院花的钱可是真的不少 咱们听起来是不是很好笑 但是老百姓的健康真的是很重要 咱们智力食品健康 重视商品品质 咱们的人有责 越来越多的人呢 开始觉醒了 饮料基本不喝 雪糕基本不吃 外卖基本不点 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呢 一定会先看配料表 添加剂多的一律不买 曾经喜欢的辣条面包 现在还不感兴趣了 主动远离那些转基因的食品 开始注重营养健康 同时我们也要呼吁政府 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努力啊 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共同守护我们的饮食健康 当我看到脚踩葡萄干的视频 蛤 我是谁我在呢 这和我吃的不一样吧 我吃的新疆的不是四川的 各位老天们都看看啊 这是河南正维世界500强的公司啊 现在赶快赶的东西三四楼 东西都拿跑完了 发生的缘故也没人来说事 我给你看看你 现在楼上都没人了 射箱就拉孔了啊 看看你 孔案了 看看 这个撤箱 孔了 回忆仪式 照片 也转孔了 这今天是4月21号的 晚上7点 4時1点 好多跟他回忆给他 我们都待不下哥了 怕是来回忆给你 全部来回忆的 全部来回忆的 还有两个美女 还得起来 好多噢 对 我mir继续